走進博物館大廳 非洲古文物映入眼簾 成列的古面具訴說非洲的歷史 這裡是西非國家塞內加爾 位於首都達克爾的非洲文明博物館 2018年12月開幕至今 這座博物館以非洲為主體 從史前文化 殖民歷史 藝術創作 到近代的民權運動歷史 試圖反轉過往殖民敘事的角度 闡述非洲文明對世界的貢獻 並且計畫要拿回西方國家 在殖民期間掠奪的文物 殖民歷史歷史是一種基礎的 我們必須要採取的 為了示範這些藝術創作 我們在這藝術創作的藝術創作 如果它不合適 必須要採取 一把十九世紀的劍 靜靜地躺在玻璃櫃中 旁邊共同展出的是一本斑駁的古藍經 兩項文物原本屬於十九世紀 一位傑出的穆斯林領袖 哈吉烏馬塔爾 在法國殖民期間 落入了法國人手中 流落在法國巴黎的軍事博物館 這把塔爾之劍 最近以租借的形式回到塞內加爾 不過一旦租借期滿 這把劍又將回到 巴黎軍事博物館 這是我們在塞內加爾 可以看到 所以再次顯示 非洲將近有百分之九十的文物流落在外 成為歐洲許多博物館的著名展覽或是私人點藏品 歐洲有些博物館的廣方認為 非洲催乏保存文物的技術 部分歐洲博物館則是擔心歸還文物後 博物館將淪為空城 希望透過管際文物交流 以巡迴展覽的方式在各地展出 而非洲各國也紛紛設立博物館 除了塞內加爾 奈吉利亞和貝南兩個非洲國家也陸續跟進 透過硬體設備的強化 爭取文物返還 事實上這座非洲文明博物館 可以容納高達一萬八千件文物 但仍然有許多閒置的展區 還在等待文物返還 我們要給亞歷史人士 這座非洲人士 因為他們在那裡 要有一個訊息 這不是最簡單的事情 我們要通過沙特蘭 這不是最簡單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把他們放置 讓他們可以充滿 自從2017年 法國總統馬克宏公開承諾 將會返還非洲文物館 許多非洲國家更強化 對西方國家施加的壓力 要求歸還殖民時期 透過不同手段取得的文物 記者爾仁林柏宏整理報導 明明地會不會有任何 會不會有任何 下方都要 其實